第122集 眼前那一幕非常的可怕 正在燃烧的棺材板两头折起 整块的棺材板上全都是血墨子 看样子不像是在烧棺材板 而是在烧一大块带着洗的肉 怪不得二奶奶不让烧呢 这烧起来的棺材板果然诡异 我和二怪惊恐地看着棺材板 耳朵紧张地听着周围的一切声音 想知道刚才的声音是不是棺材板发出来 这时棺材板上一个血泡鼓起 越鼓越大 像是吹起来的气球 当血泡鼓到足够大的时候 一下子就炸开了 接着就传来了一声惨叫 那声音真真切切的是从棺材板里发出来 我和二怪两个人吓得转身就朝麻子大爷的跟前跑 一边跑一边说棺材会叫 其实棺材板的惨叫声大伙早就听到 他们已经吓得跑得很远的地方躲着了 有的已经跑到了和颜的高处 在那里伸着长脖子朝棺材板那里看 麻子大爷见我们慌张的样子就大声地说 没事 没事 这棺材精啊 烧了就没有事了 在荒坟野地里难免会有这些东西啊 放在以前这种东西多得是 听麻子大爷这么一说 我们就不害怕了 我和二怪看着烧棺材板 那棺材板似乎活了一样 在火的作用下不停地扭曲 上面支支拉拉地冒着血沫 焦臭味弥漫 周围被黑烟和白烟笼罩 在上空久久地不散去 残叫哭嚎的声音似有似无 整个的场面让人胆战心惊 烧了好一会儿 棺材板才被彻底地烧干净 变成了一堆灰 李道爷看着烧成灰的棺材板说 麻子呀 咱这又除掉了一个海人精 怎么老了 这些海人精能除掉一个是一个 我看这棺材板只是一块啊 不知道其他的棺材板 会不会也和这块棺材板一样 麻子大爷说 嗨 老道 这个你多心了 哪有这么多的机缘巧合 这棺材板 哪能随随便便就成精啊 李道爷点头说 嗯 但愿如此吧 我们回去 我们刚要回去 二嫂就叫我们去她家里喝酒 说要谢谢我们 二哥二嫂是爽快人 继承了乡下大多数人的传统 善良 淳朴 知恩图报 二嫂叫我们去喝酒啊 就把二怪撇出来了 二怪眼巴巴地看着我们 意思啊 也想去吃点肉 打打自己的蝉虫 我看到这里就大声的喊 嗯 这件事啊 多亏了二怪给我帮忙 要不是二怪找人去 二嫂 你和我都被害死了 二嫂听到这里啊 赶紧说 哎 对对对 还得谢谢二怪 二兄弟 走 一起上我家吃饭去 二怪一听 非常的高兴 我们一起跟着二嫂往回走 至于烧成灰的棺材板 根本就不要问事 等几天一下雨啊 河水上涨 水一冲 什么都没有 走在路上 二怪跑到二嫂跟前 嘶牙笑着说 二嫂 二嫂 你说的 你们装饰的那个小翠 二嫂听了就是一愣 然后说 什么小翠 二怪腼腆地说 就是 就是那个 我听到这里 想起二嫂 答应给二怪说小翠的事情 就对二嫂说 二嫂 二怪是说 你那天答应给她说媳妇的事 二嫂一听 哈哈大笑 笑完了说 二兄弟 那个我是和你开玩笑的 小翠是我的玩伴 今年小孩都和你一边大了 二怪听了 一脸的失望 二嫂又笑着说 二兄弟 你长得一表人才 我娘家呀 还有一个叫小花的 真不行 等你长大了 说给你当媳妇 二怪听了之后 这才高兴起来 二怪小时候啊 对媳妇就这么执着 我们到了二嫂的家里边 二嫂做了一桌子菜 家里边已经请了何三叔和我爹了 我到了那里之后 何三叔给我道歉说 那个小冬啊 昨天晚上是三叔糊涂了 说你的话呀 你可别往心里去 经过昨天晚上的那件事啊 我对三叔的好印象就一丁点都没有了 觉得三叔这个人耳根的太软了 放在以前打仗啊 绝对的是叛徒 我对着三叔打叫了一声 三叔 你就是个叛徒 难道你不知道母叶叉很多 想害死更多的人吗 我看你和母叶叉是一伙的 母叶叉就该把你带走 何三叔被我说得脸通红啊 指着我说 你 你 你 我爹在旁边 直接把我拉过去 扬起巴掌 在我的屁股上拍了几下 一边打一边说 你这个孩子 怎么说话呢 我爹可是实讲出身啊 哪巴掌啊 跟条种鸽子一样 打在身上 疼得厉害呀 可我的将劲上来了 想起电影里 威武不能驱的英雄好汉 于是咬着牙狠狠地说 他和老三就是叛徒 我爹听了更来气了 脱下鞋要用鞋底子抽 这时麻子大爷连忙把我拉过去说 哎呀 三弟呀 你干嘛这么打小东 小东说得对 我看他和三婶子 看小东的眼神 不想诚心悔过 只不过呀 我昨天看在他三叔的面子上 没有把话说开 最后想办法 把他的腿扎断 让他不能再回来害人 你若不信 问问老道 老道也看得清清楚楚 我爹和和三叔 同时愣住了 这时李道爷叹了口气说 哎 麻子说得没有错 确实是这样 红杀厉鬼的眼里 充满了仇恨 回过 应该是他装出来 这才商议着 把红杀厉鬼的腿扎断 然后捡了纸人纸马 送红杀厉鬼 回阴曹地府 不让他再回阳江海人 虽然李道爷帮着解释 但我爹碍于面子 对李道爷说 哎 道爷 您说的我都知道 可 可这个小子 这么小 就不知道尊敬长辈 长大了 还得了 我今天非揍他一顿 让他长长心眼不可 说完又要揍我 不过 麻子大爷在跟前 我爹不敢上前拉我 麻子大爷 让我在他的跟前坐下 然后对我爹说 三弟啊 俗话说得好 老的不正 拉来垫定 小东脾气耿直 喜欢说实话 这件事啊 就不提了 咱们喝酒吃菜 哎 那个小东啊 今天你就别回家了 跟着大爷 到大爷的家里住 爷俩啊 也好说说话 我知道 麻子大爷 这时向着我 我赶紧点头 麻子大爷又笑着说 哈哈 别管顾着说话 哎 你和二怪啊 使劲地吃菜 说完之后 使劲地 往我们碗里 夹鸡肉啊 我们有吃的了 就不管那些了 用手抓起 大块的鸡肉 就使劲地啃起来 还是那句话 我们吃的鸡 都是老鸡 吃肉 必须有一副 好牙口 一顿饭 让我们 吃了个肚溜圆啊 麻子大爷说过 让我到 他的家里住 我就跟着麻子大爷 到了他家 麻子大爷家 是两间小屋 有一个外间 和一个里间 在屋里的外间啊 放着扎纸 用的那些东西 里间放着床 在床头 放着一个 比我还高的纸 那个纸人 唯妙唯孝 穿着黑色的马罐 下身 是宝蓝色的裙子 戴着瓜皮帽 帽子顶 镶嵌着一个 耀眼的圆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